今日之点,小编带大家看看台湾的政治废物回收利用产业 大力支持台独的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 近日访问台湾,期间不断呼吁台湾加强军力 叫台湾人什么东西认同动武意志,实际就是叫台湾人准备打仗 麻生太郎吹到这么大,差距未叫台湾对大陆宣截 看见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和麻生太郎的合照 凶参赛女士发自内心展露的笑容 小编突然想起五个字,好索好天真 麻生这条流气的过棋弹散可以帮到台独有多少呢? 为何他做首相时不敢支持台湾加强军力 下台N多年才大大声说呢? 不用问都知道,但我无非就是麻生太郎太廢了 没有政治能量,只把死人口 说完拍法拉友走人,完全没有心理压力 小编真心佩服台湾的陆营政府 你叫他做正经事,他没有一样做得好 但你叫他搞事,他一定可以用刁钻的角度 搞博谱出来的 就好像请麻生来访问那样,你永远都想不到的 台独正棍彰显示机好把炮的方法 就是叫安排过气政客排队访问台湾 叫他们叠罗汉,那就等同台湾很厉害 真是有悠患意识 小编难听些说句吧 台湾已经变成过期正棍堆填区了 数下就知道,佩洛西卸任美国众议院议长 不理全世界反对,强行来台湾 说了很多狠劲的说话,但一点用都没有 最惨的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台湾花了多少钱 游说佩洛太来访问 之后,人称美国最废国务卿的蓬佩奥 卸任后访问台湾 蓬佩奥只是演讲费,都带了15万美金 英国有史以来最短命的首相卓维斯 连山菜都不如 但台湾有机构就很大方送了8万英镑给他 还有,台湾当时又花了1万英镑安排住宿给他 好像卓维斯这种全世界避都避不及的政治垃圾 台湾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变成高等政客 有钱代,有世界坛 还可以享受帝王式待遇 一群十足九头的陆营政客站在门口 谷住宿地迎奔 你来到只需要说几句废话 骂几句大陆 成本只需要口水 但收益就100亿倍 谁不仿佩 天隔晚美国过期武器 高价邀请过期政棍访问 台湾陆营花最多钱 做最低能的事 人一世密一世 你很难见到更笨的人了 不知过期政客要去台湾 想看政治笑话 更加看实台湾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